仪表设备的安装 一般规定 仪表中心 距操作地面的高度 仪为1.2 1.5米 这样的话就是操作 就是人的一般的高度上面 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做了一个设置 那么再来看 4和5 我们前面讲过 直接安装在设备上的这些 取缘部件 要和设备的制造的同时进行 安装在管道上的 这个取缘的部件的话 是要在管道的预制 或者是安装的同时进行 对不对 它要同时进行安装 然后试压的话 它要一起进行试压 和设备和管道一起进行试压 但是要注意 它不参与吹扫 这里看 在管道吹扫前 将仪表要拆下来的 那么就把4和5 加在一起记 参与施压 不参与吹扫 这句话简单的去记 就行了 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当中 我们就看这一条 单选题的一个知识点 车温元件安装在 容易受被测物料 强烈冲接位置的时候 要按设计文件的规定 采取什么的措施 把关键词圈出来 防弯曲的措施 压力 检测仪表的安装 那么这一个的知识点的话 在实物的操作的考试的时候 我们是曾经考过的 而且考了两次了 那么课堂上听懂就可以 尤其要注意这一条 现场安装的压力表 不应该固定在有强烈震动的设备 或者管道上面 但是规定是这样的规定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 必须要撞在这个的附近 比如说我们的泵管路的上面 对不对 也要有一个压力表的一个测试的 那么泵的话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会对管道还是有一点什么的震动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固定在有强烈震动设备 或者管道上面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要求 这一个的压力表 应该是装的是弹簧压力表 或者是把压力表设一个表弯 那么表弯的形式的话 有很多打圈圈的 然后还有优质型的 这些都是一个表弯 这个是考实物操作 都考过两次的点 那么课堂上一听就能够记住的点 流量检测仪表的安装的要求 流量剂的安装应该符合以下的规定 涡冷流量剂和涡阶流量剂的信号线 是必须要用屏蔽线的 车气体的时候 箱体管要置于管道的上方 这个也很容易置于气高 液体对吧 低下方 在锤子的管道上安装的时候 背侧流涕的流向应该是自下 矮上 这个很特别 你平常的那种 就是说不了解这个设备的 安装的这个要求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这一个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这一个要特别注意的 也就是说 在测这个流量装在锤子管道的上面 其实这个背体的流向是处于一个什么 倒流的一个的状态 在水平的管道上安装的时候 两个测量电极不应该在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的位置 对于水平的管道 那么流量剂上面有一个换能器 换能器的位置是应该在水平直线乘45度 夹角的一个范围内 这里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注意一下 它是水平直线乘45度的夹角 也就是说水平的上方和下方的 这个45度的范围都包含在里面 像这一种的知识点 在锤子的管道上安装的时候 通常是我们的管路是什么 在低位的管路走 然后又要引上去 对吧 这个就是属于什么 那么你装应该通常是装在水平的位置上面 如果在水平锤子的管道上面 那么就应该是安装在这一种的位置 如果是在这里的位置就不可以 这样形象的自己去记一下 机械量检测仪表的安装 有一种变阻音变式称重仪表的 那么像这一个的话 比如说那个锅收费站的 称重的这种收费 那个用的就很多 复合传感器的安装和存在应该在称重容器 以及所有部件和连接件安装完成后再进行 因为它传感器是非常敏感的 对不对 你在工作当中前面没有做完 可能会对它有一个精度的一个损伤 然后复合传感器应该安装为垂直状态 那么你应该是垂直安装 然后传感器的主轴线和夹合轴线是相重合的 我们车开过来 然后整个的重量是相下的 然后传感器的方向 它通过一个密封的模片是什么 相上的 它们两个的位置是一个重合的 成分分析和物性检测的仪表的安装 课堂上简单的听一下 测可栏气体和有毒气体的检测器的安装的位置 要根据索测器体的什么来确定 密度来确定的 那么这一项知识点在消防的上面 也会有这一句话的 当密度大于空气的时候 检测器应该安装在距地面200到300毫米处 密度小于空气的时候 应该安装在泄漏域的上方的位置 好 这一部分是选择题比较容易出的一个题目 但是课堂上听一下就可以 仪表管录的托子的技术 那么这一部分的知识点是19年的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但是在19年考试的时候是没有考 那么这一部分的知识点要放在考前 你到充施阶段的时候把这一部分去做一个直接的一个记忆 那么这里是没有什么内容是需要解释的 只是需要考前做一个记忆 医标管录的接地的施工技术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盘台柜的接地的要求 那么近两年的话 在考实物操作上面的接地还是会考的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大家真的要那个就是多做一个知识点的了解和记忆 好 来看这个当中的导师系统的接地 这一个系统的接地是有三部分 有系统的电源地信号屏蔽地和机柜的安全地 那么它的具体的系统的接地要求来看一下 要单独的接地不和其他的共用接地点或者是接地线 那么这个接地点到防雷接地和其他的高压电气设备的接地点的距离是需要大于10米 因为多数系统还是一个什么落电的控制的这种系统的当中的一个基地的保护的一个设备 那么它还是要考虑到不要跟其他的对它会有一些电磁啊电波的这种的干扰性 那么这个距离要大一点 每个机柜一个都有三个这个地 那么分别要汇总到电源柜上面的三根铜牌上啊 自己系在自己的这个铜牌上面 走线要尽量的端而知 总的接地电阻注意一下是小于3欧 这个数据要一定要单独的记一下 因为你如果是做过电的话 接地的话都会知道一个常规的概念啊 好一个独立的系统的话 即地电阻是不能够大于4欧的对不对 然后 公用的话是不能够大于1欧 所以这里的数据和 是这个数值是不同 那么因为它是针对的是一个什么 很特殊的这个都是系统的 它要小于3 再来看这一条 都是机柜要求浮空 这个浮空的概念其实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它这个机柜的话不能够直接落地的一个概念 那么除非是什么 你这一个的系统的设备安装在一个专门的那个静电房当中 静电房专门的静电地板 它是可以直接落在上面的 其他的普通的地面 它必须要架空 然后在底座和机柜之间铺设绝缘材料 盘柜以底座连接的螺栓要带绝缘电片 然后系统的控制站和智能采接的前端 就近的揭露电器全场的接地网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主要还是考一些选择题 那么刚才讲了接地经常会考的案例的对吧 我们在下面有一个知识点是给大家作为一个案例的点来准备 那么这一部分给大家列出来了 复习的一些内容 已经是进到第六幕了 这种课程的设置 大家应该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这个就是给到大家课后去复习哪些内容 然后不要就是只看书 觉得看懂了就行 一定要看到只有这些标题的情况下面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才是你真正的掌握的知识点 这个点不用在这个阶段去 放到冲刺阶段再去 做几个题 第一题 直接安装在管道上的自动化的仪表 仪在下面哪一个选项当中 那么针对这一个考法的话 你脑子里面马上要回想出是哪一句话 对不对 这个直接安装在管道上的自动化仪表 它一定是要什么参与什么压力试验的 所以应该在什么压力试验前进行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个他穿不参与 吹少不参与 所以是在吹少后 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 那么就是一个地选项 正气管水平指管端上 测压力的取原部件安装 取压口应该选择在什么 那么有四个选项 里面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回忆一下相关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我们讲测压力的话 有三个介质 对不对 有测液体的 液体的在水平下方的45度的范围内 测气体的是在水平上方的位置 测涨气的是什么 水平上方的位置 再加上水平下方的45度的位置 那么你就对着这一个的知识点 去到选项当中去挑 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是B选项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来看第三题 符合流量计安装要求的四 那么一条条选项自己去做一个分析 回忆一下自己刚才学的知识点 涡阶流量计应该采用什么的线 平B线对吧 所以这个是错的 电磁流量计不应该安装在流体 自上而下的垂直管路当中 我们讲电磁流量计 如果安装在垂直的管路上面 这个管路的介质应该是自下而上的 所以它的表述是什么 正确的一个表述 对吧 它反过来说的 C选项 电磁流量计在水平的管道上 安装时候 两个测量电极应该在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 这个是错的 是不能够在正上方和正下方 对于水平的管路 换能器的位置应该在什么的位置 于什么层多少段 和水平线是45度的范围 所以它是一个错的点 一再强调 就是你在做复习的时候 如果选项是在前面很快的发现了 后面千万不要不看 因为后面的这些 你也是要做一个通过题 做一个什么 再一次的复习巩固 每个选项都是要去干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的 是等于在做复习 好 来看一下自动化仪表的调试的要求 自动化仪表调试的一般规定的当中的 第二小条 然后这一部分的真实点的话 之前是考过选择题的 那么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没有考过的点 没有考过的点的话 我们做一个重点的复习 那么来看第二小条 仪表实验对电源气源以及实验仪器的要求 实验用到的仪器仪表的要求 那么仪表校正和实验用的标准仪器仪表 应该具有有效的计量鉴定和证明 这个在计量法当中我们后面会做学习 但是之前我们在工业的管道的实验 静止设备当中已经一直在讲 只要用到的检测用到的仪器仪表 都是要在什么坚定的周期内的 那么它的基本误差的绝对值是不宜超过 被校准仪表基本误差绝对值的三分之一 这句话考试的话 它有可能就是直接问 把前面的提案写了 不能够超过多少 那么你把三分之一这个选项选出来 还有一种是什么 给到你被校准的仪器仪表的 这个精度的等级 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有名牌的 对不对 上面会有精度的等级 这个数据给到你了 求校准用到的标准仪器仪表的进度等级 应该是多少 ABCD当中去选 那么你只需要把它乘上三分之一 会有一个数据 对不对 会有一个数据 那么在选项当中去选 小于这个数据指的这一项 小于等于它的 那么这是两种考法 那么再来看一下考过的这个点的当中 我们简单的听一下就可以了 医表校准和试验的条件项目方法要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当现场不具备校准条件的时候的话 可对鉴定合格证明的有效性减定 验证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理解一下就行了 我不能够在现场 校准他的话 这个产品 它是有合格证的 那么产品的合格的证明的当中 你去看他内容是不是 全 然后有没有盖章 当然没有盖章的就不具备它的有效性 所以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条也是考过的点 有继续可考性 所以他还是要继续掌握它 单排仪表的校准点 应该在仪表全两层范围内均匀旋起 一般不少于五点 这个是单排的 那么回录试验的时候仪表校准点不少于三点 那么一定要注意提干和多少点的一对一的去记 单排的五点回录不少于三点 再来看 这一个知识点 我们直接就把教材上面的知识点 作为一个题目现成的出处来给到大家 直接去记相关的点 问你自动化仪表的调试 包括哪些方面 或者是哪些项目 又或者是问你自动化仪表 要进行哪些调试 都是我们教材上面的知识点 二三四五的标题的内容 把它列出来 单台仪表的校准和试验 电源的设备的试验 控制系统的试验 回录和系统的试验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的话 基本上占的五分的这个样子的点在里面 这个是按照案例去掌握它 回录试验和系统试验 我们拿18年的真题来学习相应的一个知识点 关于回录试验规定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条 那么教材上面有相关的一句话一句话的 那么我们直接对照的教材 对照的这个提醒来对应的来看 回录显示仪表的式子的误差 应该超过回录内单台仪表的允许的误差 其实这句话你即便没有看到这里面的 回录试验的相关内容 从前面的校准仪器仪表和被校准的 你就应该知道能不能超过你被校准的这一个 当然是不能够超过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B选项 温度检测回录 不能够在检测原件的输出端 向回录输出模拟信号 它其实是应该是什么 应该在这个位置不是不能 那么现场不具备模拟信号的测量回录 应该在最什么端 在前端输入信号 那么D选项三个选项都是错了 那么D选项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项了 好 这一部分的话 课后的一个学习的话 主要是这个案例的知识点 做一个到考前 做一个巩固的复习 那么就不配一个那个随堂练习的 然后再强调一下刚才的那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数据的考法 给到你被校准仪器仪表的精度 让你选校准用的仪器仪表的精度的话 直接去乘三分之一 给到的答案到被选项当中去做对比 选小于等于它的这个数字 好 那个自动化的仪表的这一块知识点给大家介绍的这里 还是要注重课后的复习和巩固 好 好 好